持续来关心豪雨灾情 为在三明区一华路和镇中路口 凌晨发生的道路摊陷意外 一开始原本只是一个小洞 后来面积逐渐的扩大 甚至连下方的自来水管线也跟着破裂 当地的保新理理长张真荣发现之后 紧急通知警方封锁道路 目前水利局正在全力的灌江当中 希望能够赶紧恢复道路通行 记者现在位于三明区的镇中与一华路口 可以看到后方的坑洞相当的大 从昨天下午四五点是从小洞慢慢的扩张 现在可以看到宽度已经有13公尺 而且深度也有两三公尺 目前施工人员正在紧急抢救当中 因为自来水管破裂 当地也有停水的问题 塌陷面积几乎超过路口一大半 生怕行人车辆不小心闯入 发生危险赶紧拉起封锁线 封闭摊方道路 当地理长表示 29号下午先是路面出现一个小洞 接着面积逐渐扩大 甚至路面下的自来水管线也跟着破裂 这几天雨下实在太大了 那后来它这个寒冬下陷到昨天大概一点的时候 就大概有这边大概一半的那种范围 一半的范围规模 那早上他们来的时候发现这个自来水管也压断了 所以现在先由自来水管先修补 所幸里长及当地警方处置得已没有发生意外 一早雪力局赶紧调派怪首及重机具进场修复 不过因为坑洞实在太大 地下管线也相当复杂 造成周边出现停水情形 道场关心的议员呼吁市府必须赶紧盘点道路状况 避免塌陷意外已再发生 我认为说高雄市政府应该要好好地盘检一下我们的道路 要不然只要遇到下雨天就坑坑洞洞一大堆 那又造成了这么大的洞 所以其实我认为高雄市政府应该要立即的 只要是雨停了 赶快立即的盘点我们高雄市的道路的状况 目前市府水力局全力进行抢救 但因为他现现场有下水道管线通过 处理上较为棘手 不过益华路及镇中路是当地重要交通洞线 厅长希望施工单位赶在入业前完成抢修 减少民众交通上的不便 港路新闻王思武罗绍军 三宗报道